我是5月23號的特約來賓 呂小姐 好 感謝呂小姐 那廢話不多說了 我們就開始吧 It's 22 hours GMT I'm Jackie Leonard This is the newsroom from the BBC World Service Lawyers for the former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Michael Flynn So he won't testify on Russia's alleged meddling In the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今天秘書剪得真是不好啊 前面還包含了開頭呢 沒有 我剛剛是開玩笑 就是律師啊 誰的律師 就是之前的國家的security 就是安全的顧問 麥克 F先生 他說呢他並不會 Testify on 就是Testify就是作證 那為了什麼而作證 後面就是這一坨就是名詞啊 這個俄羅斯的被宣稱的 Alleged之前講過被宣稱的 Madelline Madelline就是干涉 什麼要干涉什麼 干涉美國的總統大選 所以就是說他 就是說他的那個律師 就這個MF先生的律師啊 說他絕對不會就是替這個 就是對於指控說 俄羅斯有干涉美國的選舉 做出一個指證 是吧 是嗎 是嗎 好 好 好 那 就像剛剛新聞說的啊 俄羅斯當時候被傳言說 他們的駭客有影響到美國的總統大選 那在那個時候這位 Michael Flynn先生 竟然被發現 跟俄國當局有偷偷的來往 那民眾就覺得很奇怪啦 這個人到底跟 川普的當選 還有跟俄羅斯之間 到底是有什麼關係呢 哦 然後順道一題 Michael Flynn已經被解僱了 哦 順道一題 那我們就順道再下一個 我記得我中文越來越差了 總統川普 然後直接看這邊 has called for peace 總統川普已經 call for peace就是呼籲和平 已經呼籲了和平 然後跟誰啊 跟巴勒斯坦人 巴勒斯坦人 巴勒斯坦人 那這個呼這邊 這一段就是 在描述川普這個人 就川普 誰是一個正在 就是拜訪以色列的這個人 好 這個 大家應該都懂了 This include 就這個包含一個 Renewed 就是已經更新的effort 就是一個更新的努力 在什麼地方 Peace 就是在和平上 做一個更新的努力的 這個東西 在和平在哪兩個之間 在the israelis 就是以色列人 還有巴勒斯坦人 之間的這個和平 就是他們已經做出一個更新的一個努力 這不是一個簡單任務欸 我已經聽到說 這是一個 就是其中一種最困難 那他也去耶路撒冷那邊看了枯牆 然後就變成了美國史上第一個 去看枯牆的總統 好的 那他覺得說以色列跟巴基斯坦之間的分爭 好像是很難 可是應該也沒那麼難吧 好 川普不要哭 我的主播不要哭 好 南蘇丹 這個是我們彼此都不熟悉的國家 那今天就來熟悉他吧 總統這個人 SK 不是SK2 但是就是南蘇丹的總統SK 說呢 他想要一個 National Dialogue 就是國家等級的對話 Dialogue就是對話 去終止這個 Civil War就是 就是 內戰 就像之前大陸國共內戰 就是Civil War這個字 但是他並沒有想要 他的key 關鍵的rival 就是關鍵的對手 involved就是 包含 就是被捲入 任何人都是被歡迎的 去participate in 就是參與 但是這個一定要加in 每次participate 後面就要加in 然後 The National Dialogue 參與這個 國家等級的對談 除了 RM這個人之外 RM 將會來 然後會造成 其他的 戰爭在Juba Juba不是酒吧喔 Juba是 南非的 南蘇丹的那個 首都 還是交給專業的來 好 那這則新聞就是關於 南蘇丹的總統 Salvakia 以及他曾經的好夥伴 Rick Marshall 那 以前呢 Rick Marshall 曾經是President Salvakia的 船隻副手 不過他們由於 後來撕破臉 然後 Rick Marshall 也被解雇了 那 雙方各自擁有一些 支持他們的軍閥 那在這場紛爭內戰當中 有大概86萬的南蘇丹人 被迫千里他們的國家 變成難民 那也是一件非常悲慘的事情 希望他們趕快好起來 那最後一則囉 好 這個新聞大家應該很熟悉啊 那就是 哎呦 哎呦 然後再一個Trial Trial就是審判 再一個審判 然後後面 後面這個全部話底線都是在講這個審判的 就是解釋這個審判的名詞 太長了對不對 對我沒有把它拆成兩個 一個是有 一個是有邪體 一個是沒有邪體的 先解釋沒有邪體的 就是這個審判是超過200個民眾 那Accused of被指控 然後被指控 後面一定要加名詞 所以又來一個有邪體的名詞 指控什麼 就是去年的土耳其的酷 酷就是政變 土耳其的政變 Attempt 就是去年企圖土耳其政變的 這個東西 那現在鬥點已經結束這一個 那麼長的話了 然後Calls for Retribution Retribution就是得到應得的懲罰 就是說現在他們呼籲說 這個審判就是說 讓他們這些政變的人得到應有的懲罰 好難解釋啊 然後這我希望他們 Sentenced Sentenced就是被判決 Sentenced就是判決 被審判去死 那去死就是死刑 然後再一個 Fair公平的trial trial就是公平的審判當中被判去死 我希望這些traders traders就是判國者 這些國家的判國者 被Punished 被懲罰 好 最後一則 拜託 好 那土耳其政變這件事情 也是非常令人毛骨悚然 這個新聞也是 他的大意就是在講說 當時候政變的那些人啊 目前有200個人已經被起訴 那被起訴怎麼樣呢 當局想要把他們通通處於死刑 可是可是 土耳其目前是沒有死刑的 如果他們要死刑的話 就要更改法律 可是呢 如果他們把法律 再把死刑恢復的話 他們有可能會被歐盟逐出 那目前歐盟當局 對於土耳其政變的處理方式 也是抱持一個非常 覺得不是很妥的態度 他們覺得 當局處理這些 發動政變的人 要處理他們死刑是非常 不悅 令人不悅 非常噁心的事情 好 再噁心也是要結束今天的話題 那我們就請特別來賓跟我們說 拜拜 記得要subscribe to我們的頻道 或是 推薦給你一些那種 對英文 有一些特別慈愛的那些朋友 好 拜拜 拜拜 歡迎再次收看明天中